威哥威哥,我見肉侍 一個人去迪士尼 你看你看你看我在哪裡了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來迪士尼 也是我第一次一個人去遊樂園 差不多說,走吧走吧 9點半開門,現在時間剛好是9點半 先過安檢,然後才能進來裡面 我們現在去售票的地方 我已經在網路上先買好 一日兩元的票了 經常蠻快的,我就刷那個條碼就進來了 現在先來迪士尼影城 你看迪士尼最經典的 會動的上我走 好啦,我進來園區裡面了 好開心喔 巴黎的迪士尼去年剛好是30週年 去年7月新開了一個漫威的主題館 好像復仇者聯盟的吧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就先進來看看吧 現在已經排隊要排30分鐘了 出來就是紀念品店 然後結束了我第一個遊樂設施 它就是目光之城恐怖塔 它其實就是自由落體 然後一群人會進到一個電梯裡面 然後一起往上又往下 可是我覺得有點不太舒服 有點失重的感覺 然後這個遊樂設施大概排了30分鐘完成 好,下一個 我們進來 復仇者聯盟的園區 我現在是走單人的通道 所以其實一個人也不錯耶 有點類似快速通關 要拿一副眼鏡 有名字 有名字 就是蜘蛛人 他最新的副作者聯盟園區 也沒射射射射 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射 怎麼積分 出來一樣是紀念品店 Ironman的手 還是蜘蛛人的手 我的第二樣子要射死蜘蛛人 走單人通道真的很讚 官網上面寫要拍90分鐘 可是我剛剛不到20分鐘就玩完出來了 是不是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好處 有沒有進入史塔克工廠的感覺 多客氣 他真的打造得很好欸 在副作者聯盟 他的公司力 他的音樂也配得很好 單人通道又來了 只要等5分鐘 善用單人通道喔 馬上進來了 現在不知道要怎麼了 他叫我們在這邊等 善用我剛剛都已經排到都已經坐上去囉 結果他跟我說要出來了 就拿到這張Fast Pass吧 他剛剛說只要設施恢復了 我就可以直接進來不用排隊 史塔克的工廠 他應該是餐廳 其實還好我的東西不會很貴 這邊是像宜家一樣 中間拿餐盤 去點你要吃的東西 最後再來結帳 好有感覺喔 我是不是應該也要打扮一下啊 他們每個人小朋友都有裝飯欸 這邊就是另外一個餐廳 但是好像要預約 這邊在排隊跟角色拍照 副仇者聯盟園區 就這樣小小的一個 那我們現在再去別的地方看看 越來越多人了 有沒有聽到音樂 到處都很high 來到巴斯光年的園區了 好可愛喔 好歡樂的氣氛喔 尖叫聲 吱吱狗狗 太酷了 但是玩具都會有裡面的隧道嗎 那你忘記了 再來拍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喔 料理鼠啊 一樣要來拿眼鏡 坐在這個可愛的車上 簡單的麥克風? 太簡單了 什麼? 可以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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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來就是料理鼠王的餐廳 這料理鼠王好好玩喔 它就是化身為小老鼠的視角 然後在廚房和餐廳裡面鑽來鑽去 然後還有水會噴出來 很淡 而且我剛剛用單人通道 我進去到出來 排隊不用13分鐘 不然其他人還要排半個小時 你看這麼多人 我真的一下進去就玩到了 現在差不多12點半 來熊喜吃一下香蕉 我自己帶的 你看後面排隊 他們在買東西排這麼長 記得要帶一些東西進來吃啦 你們看這噴泉喔 連這噴泉也是老鼠的噴泉 車子 汽車種種緣 這應該排滿快的 15分鐘 上車上車 肩膝、腿、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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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好,大家 我們在這裡做一個短期的停止 好,大家在這裡做一個小壞 你會在這裡做一個小壞 有了 你會在這裡做一個小壞 出來有小攤車 好啦 跟我玩皮克斯的園區 但是有三個設施沒有很想玩 我就沒有排隊 然後其他還不錯 我最喜歡料理索王那一個 那我們現在前往下一個園區 這邊是旋轉海歸 我看網路上有人會說這個必玩 他說是咖啡杯加雲霄飛車 但是我剛玩完第一個自由落體 不太舒服 不太敢坐會在我頭上去的東西 所以現在單人排就要60分鐘 我考慮一下 不好意思 你剛玩這個嗎 是Dizzy嗎 沒有 它是很... 它是不動的 它是不動的 哦 它是像Rollercoaster 是Rollercoaster 是可以嗎 是可以嗎 謝謝 好了 我進來了 但是排超多 我已經排了40分鐘 快快快快快快快 這個選擇好貴超好玩 它花了我快一個小時 但是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它是有點像雲霄飛車 然後在裡面那邊旋轉 但是裡面是黑色的 所以你看不到 然後它是有點頭會是撞來撞去 有點不太舒服 但是它是好玩的 啊 怪獸電力公司的門 這是什麼 尖叫能量 欸你們看這個 它真的真實呈現在這裡耶 可是你叫得越大聲 它能量就會越多 啊 啊 我在想到底要不要買這個法庫 不然我都沒有裝扮 它真的一個20歐耶 啊 有需要嗎 神秘女超人 哇 可以幫她簽名 我們有一個機會 所以沒有壓力 我剛回來補完這個 復仇者聯盟的設施 Flight Force 我一開始以為會很恐怖 就是可能會 頭暈不舒服的那種 結果沒想到很好玩 真的很像電影場景裡面 就是那個飛機 還是什麼導彈要起飛的時候 那種高速的雲霄飛車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很喜歡 在黑暗裡面那邊穿梭 所以剛剛裡面也都是黑的 好玩 好啦 現在3點鐘 我好像差不多逛完 華德迪士尼影城的部分了 只不過有一些秀 沒有什麼興趣 那我們現在要去另外一個園區 迪士尼公園 真的很有感覺 在享受一下這個場景 這個氣氛 好讚喔 其實這個影城我大概逛了 五個半小時差不多 然後該玩的 必玩的遊樂設施 我都玩完了 來看一下紀念品店 哇塞 那什麼東西都有耶 如果是迪士尼米的話 應該很瘋狂 好囉 我要離開影城囉 多錄一點影院 沒有人幫我拍照 好 好啦 我要走出去囉 多錄 從左邊影城出來之後 往這棟粉紅色的城堡走 就是 迪士尼公園了 配合這個音樂 健忘城堡 好歡樂喔 然後因為我是網路購票 所以用掃出華客就可以了 好啦 現在差不多快要三點半 進來了 迪士尼公園 然後因為剛好去年2022年 是巴黎開幕30周年的紀念 我看到那座城堡了 好夢幻喔 那聽說是整個迪士尼最高的城堡 它有別於迪士尼城堡 因為歐洲這個城堡很多 所以巴黎那時候要蓋城堡的時候 就為了要區別歐洲城堡 就蓋了這個特別的粉色帥美人城堡 我來去看看 一進來馬上被其他東西吸引 這些建築都好可愛 都好拍照喔 旁邊都有很多店家 吃的 然後禮品店都有 往城堡前進 哇 它就在這裡 看到城堡之後 我想說先來把這邊閉完的 有垃圾石先玩一玩 然後再慢慢逛那些小店 好好笑喔 剛剛不知道這什麼遊樂廁所 我就進來排隊了 馬上現在 迪士尼公園裡面 我就有看到就去玩 結果看到吃的 太厚了 終於坐下來吃東西了 我今天點了一個雞肉餅 完全無關提出你的東西 完全無關提出你的東西 迪士尼公園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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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另一個角度看城堡 我們進去看看吧 我現在睡美人的城堡裡面 你看這個紡織那個增 再來看看禮品店吧 有沒有看到一群人在這邊 代表遊行要開始了 建議到城堡左邊卡位 這裡拍照位置非常棒 你們要睡眠 不妙的 你不妨礫 你不妨礫 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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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了 有一個人 如果你是傻夫 那麼大人 游行很快,差不多20分就結束了 現在晚上了 你們看現在的天空還有城堡 顏色超漂亮的 好啦,看完游行,我要來繼續玩遊樂設施 巴斯光年的雷射槍聽說一定要玩 走吧 這個是射擊遊戲,可是我不知道要怎麼射 我到14200分了,直接這樣射 看到那個標誌,然後它就會顯示 很好玩耶 22400分,到了到了到了 哇,又是紀念品店 好,巴斯光年的射擊遊戲其實蠻好玩的 就是拿槍去射那個目標物 很好玩 好,但是我剛剛發生了一件超不爽的事情 我排隊排了40分鐘才要進去玩到那個遊戲 結果呢,剛剛排隊排到一半 這樣S型的排隊嘛 然後有人就直接插隊插到我前面去 然後我超不爽就跟他說 You cut the line 然後他就很生氣 理直氣這樣說 你神經病,你瘋子喔,關你屁事啊 我就... 欸,怎麼有人這樣? 欸,他還帶著小孩耶 不是你的事,我是小孩 所以? 大家都是小孩 誰是瘋子,誰是瘋子 我不是瘋子,誰是瘋子 我不是瘋子 他們插隊還敢這樣講話 好,不要讓這種人破壞我的心情 我要繼續玩 Hyber Space Mountain 好像是過山車 好玩好玩,過山車 然後也是在黑暗裡面 所以其實你看不到前輩的路線 就不會去害怕說 等一下要怎麼走 然後也不太會頭暈 星際大戰 好,我也不知道這是玩什麼 反正我就進來就對了 反正只要等10分鐘 這個地址也好有趣喔 他就是把它當作我們在那個太空艙裡面 然後到太空艙 照太空裡面去 但是到後面有點頭 有點太想吐的感覺 因為他是真的有點 那椅子會這樣動來動去 真的,蠻酷的 今天來印第安娜瓊斯的雲巷飛車 太快就結束了吧 我只覺得我的頭一直被撞來撞去 然後就沒了 不行了,我要來吃東西了 登登 好累喔,我終於坐下來了 現在8點半 然後我從早上8點出發完到現在好累 但後來會等到這麼晚 是因為等一下9點50分有煙火 感覺來這邊就是要看煙火秀 所以就等一下吧 然後我來吃披薩 超酷的 它是米奇的菇蘭 米奇的Pizza Pepperoni 最後好這個了 Big Thunder Mountain 這個上面都很長 而且不會恐怖 很舒服 我覺得很舒服啦 涼涼的 我的天啊 大家卡位都卡好了 現在9點半 我在迪士尼裡面 我現在待了12個小時了 早上就很笨就到了 然後最後一個行程呢 就是要等9點50分的煙火秀 還有燈光秀 在13年 迪士尼裡面 都會歡迎夢想人們 從全世界的夢想人們 我的夢想人看我 我就是好像跨雲的感覺 大家集中集中在一起 而且現在是冬天 所以蠻冷的 有沒有把片段段段直的突厚 你又記得 女人員將已經藏著 誰在大浮毛 你又不能同一個 你的心情 好啦結束結束 剛剛9點50分鐘有7分鐘的秀 然後接下來10點就有20分鐘的Ellumination Ellumination就是把迪士尼所有的故事串起來 我覺得很精彩 超讚一條親眼自己來看 然後就加燈那個煙火秀 好然後我們現在要擅長 要去擠火車 結束一個人的迪士尼行程 我在這邊待了整整13個小時 來迪士尼真的會進入到一個夢想國度 又聽著音樂 然後看到每一個角色的星星都會開心起來 那一個人的話呢我覺得還蠻習慣的 畢竟每次旅遊都是一個人 那你們真的要善用單人通道 因為真的會節省很多排隊時間 像我這次想玩的設施全部都玩到了 而且不會排很久 好啦那就這樣 This is the life 掰掰 好好笑喔 這個戰場的人潮根本跟跨年一樣 尋找陌生人 我要來試試看能不能跟陌生人一起在巴黎度過情人節 I spend my life